即將為大家示範的是Galaxy Tab S的Remote PC 功能 在電腦安裝好代理程式之後 登入同一個三星帳號 輸入遠端遙控設定的密碼 之後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遠端遙控的動作 由於Type S是平板,遙控起來會方便許多 比如說像現在我們已經做好連線 我們現在呢 點兩下的話是 開圖片 這樣我們就點兩下 圖片就打開了 這個是遠端遙控 走的它不是軀網 它就是遠端遙控 所以以這個順暢度來看 其實延遲沒有很久 再來是 右鍵 右鍵的話是 兩指 兩指就是右鍵 我可能要在上面一點 兩指就是右鍵 那如果要拖曳的話是一樣按著不放 比如說像這個放大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這個拖曳的動作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按著不放 我們可以去看到 其實延遲沒有很很久 真的還蠻順的 以上就是Samsung Remote PC的簡單導覽 謝謝 謝謝 謝謝